最近有不少人问我关于牛津疫苗引起血栓失的问题 我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回应 原因就是因为我都要看一看清楚的情况 因为我们这个频道的宗旨都是基于科学精神 我们有一分证据又说一分话 就不想太早过去评论 只是为了一拨点击 最近英国的药物和健康产品的监管机构 叫MHRA 出了一个关于牛津疫苗引起血栓失的报告 有些数字出了来 我觉得也是时候可以跟大家去讨论一下 首先要说的是什么血管栓失 其实很明显就是说血管里面有些血块塞住了血管 没有血流到那些组织那里 因为全身都是血管 病征就很在乎那个塞的地方在哪里 比如说比较次要的就是比如说在肚子的血管那里 就会持续的肚痛 眼的血管被血块塞住了就会看东西蒙 如果肺的血管塞住了就会比较大件事 可能会气喘 心口痛 突然间开始这样的 脚的血管塞了 就会突然间 就是小腿腫了 硬了 痛 但是这次疫苗引起的风波主要是有部分人 就是因为打了疫苗之后引起老部的血管塞了 老部的血管塞了当然是很大件事 老部血管塞的话病征主要是突然间开始很头痛 吃一些一般止痛药都完全不行的 有些人甚至会吐 自不清 甚至会抽筋 这样的情况 通常这些情况如果真的有的话 就在打完疫苗之后 4天之后才发生的 原理就是因为这些老部的血管塞了 可能和一些很少见的免疫反应有关 这个免疫反应就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引起到血管塞了 所以通常他们认为如果是因为这些病征 通常打完疫苗4天之后才会有这些病征 值得留意的是 其实这些所有的血栓膝的个案 全部都与另外一样东西 那样东西就是血小板过低 这些人除了说血管塞之外 他体内的血小板都会偏低 所以大家留意病征的时候 也要留意有没有血小板低的病征 就是说打完疫苗之后 看看皮肤上高 如果血小板低的话 皮肤上高就有些很小的红点 或者会周身乳 但不是打疫苗的位置 打疫苗的位置常常有乳 但不是打疫苗的位置也有乳 有点点的那些红色的斑 那就要很小心 那我呢 首先呢 就召唤一召唤 MHRA 英国的药物和健康产品监管机构 它的原话是如何呢 这个报告里面 它的意思呢 就是说 对于说 这个疫苗和这个血栓室 那方面的证据呢 似乎呢 慢慢就比较明显了 这样 但是呢 还是需要再继续研究 才能够 证明或者否决 疫苗和血栓室是真的有关系的 那所以呢 其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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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未有结论的 还有大家要留意呢 这件事呢 是极端少的 即是说 以英国为例 它那个 生失的机会呢 大概100万人里面 有4宗 即是说 到2021年3月31日为止 英国呢 就打了2,020万劑的 的 牛津疫苗 那总共呢 就有79宗的血管生失的个案 那女就多个男的 这个79宗里面呢 44宗就是老部那些血管生失 即是个严重那种 那有35宗就是其他地方的血管生失 那样 那很不幸呢 就这79个血管生失的病人里面呢 19个人呢 就离世 那这19个人里面呢 14个人呢 都是小过50岁的 这件事很特别了 比较年轻的人呢 好像 血管生失之后死亡率高一点 那要再次提一提大家呢 这一堆有血栓失的个案呢 全部都是有血小板过低的这个现象的 那还有呢 全部79个血栓失的病人呢 都是打完第一针之后 发生血栓失的情况的 就没有人呢 是打完第二针之后 血栓失的 那有见及此呢 就为了審慎喜见 这个MHRA呢 就提了一些指引 那指引的内容呢 就是说 如果 任何人呢 打了第一针的牛津疫苗之后 有任何血栓失的情况 那就不应该打第二针了 那这个很明显啦 那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说 如果 那个人打了第一针的牛津疫苗之后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没有这个血栓失的问题的话呢 是可以打第二针的 那这个原理呢 就基于 就是那个证据 就是说 其实呢 所有个案呢 就是血栓失的个案 都是打完第一针之后发生的 就没有人呢 就打完第二针之后发生的 所以呢 打完第一针 没有东西呢 是可以打第二针 第三呢 就是说 如果任何人呢 就是有任何的病啊 或者有任何的情况呢 令到她比较容易有 血管生失的情况的话 那比如其中 就是包括怀孕的女性呢 就比较 血就比较稠一些 就容易一些有血生失的情况 那就要重新考虑 或者要咨询医护人员的意见呢 才要考虑打这个牛津疫苗 那当然 如果你不太清楚 你自己的病的情况 会不会引起这些 那你就要问一下主亲医生了 那英国的MHRA呢 她就没有像德国那样呢 就提出某些年纪的人 最好不要打了 她就没有提这方面的 那但是大家呢 都留意到德国那方面 就是说 比如年轻的人 就不应该打了 那原理呢 其实就基于 刚才我说的那些数字了 就是说呢 即是真的有血管生失 而死亡的人呢 似乎是偏向年轻的50岁以下 所以呢 所以呢 他们很审慎呢 就建议呢 就是年轻的人呢 就不要打了 那同一时间 大家也都知道了 年轻的人呢 就就是 他真的感染COVID 死亡率偏向呢 就低一些 那所以呢 就为了保护他们呢 那所以有些国家 就建议他们 不要打了 那先看定些 那老人家呢 因为本身呢 如果感染COVID的話 死亡率就已经非常非常之高了 和他们血管生失的死亡率 相对反而低一些 那所以呢 老人家都建议打牛津疫苗的 因为呢 就好处似乎是大个坏处 那最终MHRA的结论是什么呢 那我就给大家看 他的结论呢 就是说 疫苗呢 始终是最有效的方法 去保护大家 免受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的 那疫苗呢 也都已经拯救了 无数的生命了 那所以呢 就是 他们的意见呢 都是说 如果不是 就是有刚才那些情况啊 如果不是医护人员 叫你不要打的话呢 那其实呢 就注射疫苗呢 始终是比较好的做法来的 不过我觉得这样说 其实没什么用的 那因为呢 即使是这样说呢 其实大家只是听到你 之前那句的 就是说 你说 就是你收集了证据之后 发觉呢 疫苗和这个血栓室的证据呢 似乎就比较明显了 那大家只是听到这句的 那还有 你看到各大传媒的 那个 报道的重点呢 其实都是这一句的 那这样 那变了呢 大家听到之后呢 就更加担心 更加猶疑了 那在德国也知道了 那尤其是政府也有 改变了政策的话 那很明显呢 就会令到疫苗的接受程度 就会大大下降 那当大家 越来越多人不接受疫苗的话呢 那在德国的情况 你都看到了 那少人打疫苗的话呢 那COVID那些 那些Case的Number 就会越来越多 那但是 那越多人感染的话 当然死亡率也都会很明显跟着上升了 那但是 在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呢 那就是 政府啊 传媒啊 是需要将这些消息 公布给大众的 那但是呢 就是这个 这个 不好处呢 就是说大家更加猶疑的话呢 可能呢 真的会导致更多人感染COVID去死亡的 当然呢 有一部分人就会觉得 嘿 不要理那些人怎么想啦 不如我们专家都觉得 或者我们政府都觉得 打疫苗的好处是大个坏处 免得吓死人 就不公开这些消息 那全力去推打疫苗就好了 那因为都是为了保护大众的利益 那这样东西都不能够说它错的 因为呢 可能呢 真的大家都很多人去打了疫苗的话 overall来说呢 其实真是引起血栓失 真是死亡的个案 可能相当相当少的 但是呢 因为打了疫苗而拯救的生命呢 会多很多的 不过只但是此例一开的话 以后如果真的有这些事情发生的话 什么都可以说为了greater good 就可以将事实隐瞒的话呢 那也都有机会引起很大的问题 那其实真是两难 那大家会觉得这样很难决定 那事实也是的 不过呢 可能我们忘记了呢 其实呢 世界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危险的 那人生每一个决定都可以有好和不好的后果 那我今天和大家在这儿拍这条片 那可能明天我都不在了 那一个意外 一个急病 我就可以和大家说拜拜了 最近我都遇到不少人呢 就问我应不应该打疫苗 很多人呢 因为这件事呢 煎熬得很紧要 甚至呢 紧张啊 或者散生神经衰弱啊 抑郁啊 那样 那样 不过呢 我太太经常呢 就鼓励我 其实呢 这一两年的情况 我和大家一样呢 都有很多很担心的事后 不过太太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她常常劝我呢 就说 其实呢 明天呢 我们其实掌握不了 就是我们做到的就是掌握 现在这一刻 那现在我有这一刻的时候 我就应该好好地 关心家人了 如果有余力的话 那可以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 那其实人生呢 就算什么时候完结呢 都不会有遗憾 就是在我们短短的一生里面 如果 因为我们做过的事情 那世界变得好一点 那些悲惨的事情少一点 多一点的爱 少一点的恨 那其实人生 就无论长短 都已经有意义了 那好了 扯得太远了 那其实呢 我想说的就是说 以现在的数据来说 即使牛津疫苗 这样计算 血栓室的风险 其实都是极端之低的 对大部分人来说 打针的好处 都是多过坏处的 不过当然呢 我也会继续和大家 跟进这个疫苗的 就是研究的进展 那有新消息呢 我会再和大家讨论的 多谢大家的收看 请你留言 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